挑選牛肉餐盒 企業員工中午時段放鬆用餐 所選便當是協會攜手業者精心準備 我們這次推了大概1100個免費的餐盒 也邀請了一些廠商來共襄盛舉 能夠推出一些中秋節的烤肉商品 如果中午能夠吃有牛肉的餐盒的話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種生活中的小確幸 大概都是追求比較健康一點 不要太多油脂 然後也不要給身體造成太多負擔 現代人飲食潮健康 簡易趨勢發展 今年所引進新的不胃肉提供民眾不同選擇 它的特色就是它低脂 少油 然後很符合我們現在人健康的一個飲食習慣 那我們做簡單的烹調 弄好以後我們可以帶到便當裡面 今天我們中午就可以有一個 很簡便的一個牛肉便當 我們希望說如果能夠把一個價錢 比較親密合理的不胃肉 能夠透過餐盒這樣的一個通路 能夠讓更多台灣的消費者能夠接觸到 那這就是我們的初衷 掃描QR Code有機會抽到好禮 還有宣傳車助攻 為期12日活動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 享用美食也可以很健康簡單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